全新的华为妹的插三一tb 在华强北是什么行情 华强北原望的新机价格到底有没有优势 小金的话在这边已经拿了很多年新机了 无论是新机货源还是拿货的一个经验都是非常丰富的 因为新机都是可以官方保学的 所以咱们拿新机的话都是挣一个跑腿钱了 现在咱们已经上到了三楼 这边就是原望的新机批发市场 经过一番的等待 咱们终于拿上了这台新机啊 妹的插三一tb的 昆仑玻璃 咱们看一下这封装啊 都是非常板正的 然后出厂日期的话是2023年4月份 包装和串码咱们都已经检查好了啊 机器的话也是原封未激活的 咱们看一下市场的一个拿货行情 插三点长一tb 一万七千四百米 这边还有插二啊 还有卖的五零破了 p60破了系列都有 这些都是全新原封比较热门的款式 在华强北的拿货行情 然后每天下午的话都会更新这个拿货行情啊 除了华为的话 三星的高端机的话也是非常热门的 咱们看一下三星的港版全新系列拿货行情 这些都是可以全国联保的6810全新的港版s23u发票日期的话都是在十个工作日之内啊 然后也有台版寒买了 但是台版寒买咱们就不推荐给大家了 这一张呢 就是苹果大陆行原封新机的一个拿货行情了 大家都知道啊 苹果大陆行在国内非常的内卷 这一内卷的话 直接把港版的新机卷的没有了 每张提到苹果的新机都会提到拼多多啊 因为为什么苹果的拼多多的补贴的话 确实要比华强北的价格要便宜定点啊 咱们这边的话都会保障这个机器是原封的 而且咱们是保修之类出现问题的话 咱们会亲自给你们跑腿去官方指引店保修啊 更多新奇行情可以下方评评或者私信 我是小金 咱们下期见